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天3月23号的凤典微博 我是VK陆景仪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都有哪些热点微博呢 风靡大江南北的小苹果和醉血民族风等广场舞曲 今后将不再是一个社区一个跳法 而是会有全国统一科学编排的全新动作 23日国家体育总局宣布将在全国推出 由专家创编群众简单易学的12套广场健身操优秀作品 并对其进行推广和培训 其中传唱于大街小巷的小苹果和醉血民族风都榜上有名 除了这12套优秀作品外 主办方今年将在全国范围内征集 由群众原创的广场健身操舞 另外还会举办全国性的广场健身操舞舞展演活动 看来广场舞是越来越高大上 这下真的要变成国标舞了 再来看这条微博 在所有英语单词中 被全球人说的最多的应该就是OK了 事实上OK历史悠久 在今天还迎来了176岁的生日 OK诞生于1839年的波士顿 那时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圈子里有一个广受喜爱的做法 就是故意拼错单词并且进行缩写 然后在互相交谈中把这些缩写当作离语使用 于是一名波士顿早报的编辑也幽默的跟风 把All Correct拼写成O和K打头 然后再取其缩写OK 从此之后OK这个词很快就被公众接受 红遍全球 电视机前的您今天还OK吗 最后再让我们来看看这条微博 英国凯特王妃即将诞下她与威廉王子的第二个宝宝 如果有人告诉你 这位皇室新成员将是女宝宝 而且名字叫做亚历山卓 你一定会高估 为什么呢 答案揭晓 这是因为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最喜爱的科基犬预测的 原来爱家博弈公司为了迎接皇室新成员的将领 举办了一场趣味赛跑 他们找来了十只科基犬 让他们穿上秀有不同名字的披风 而比赛的结果是 一只穿着亚历山卓披风的雌性科基跑了第一 紧追其后的是卡米拉和维多利亚 从比赛的结果来看 凯特第二胎是小公主的几率似乎是很高啊 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奉点微博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再会